在法国举行的20国集团经济峰会的第二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 世界有关国家领导人计划关注全球经济稳定 前一天会议主要内容被希腊内部的政治争斗所占据 希腊问题可能将欧元区拖入一场经济灾难 预计世界最大的几个经济体的领导人 星期五将考虑促进国内消费 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 这两项措施旨在降低欧洲债务危机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此前人们预计峰会将聚焦在稳定全球市场 以及实行有力的金融法规 希腊对遵守研究计划条款的迟疑 是星期四的会谈蒙上阴影